嗨 各位好 今天是6月3号 今天是周三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指数全线的大涨 当然纳斯达克QQQ它的指数涨得不多 但是主要集中在银行 航空 还有波音这支股票 那么波音涨的幅度特别特别的大 盘后呢 有些朋友啊 今天呢 在我们先聊一下 把这个话题先说了吧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看了波音的这一张图啊 我就特别的喜欢 因为杰森安他带着会员啊 在这一周呢 他是看好了波音 其实我前两周也要看好 我在这里 但是这种图形啊 恰恰有一根阳线 然后第二天阴线 然后走十字星 这样走的话 我个人不是这种风格的啊 然后呢 我在这里的买了一个期权 我预计呢 明天应该会到187左右 或者说未来一到三天 因为这个量啊 也非常的大 今天的盗琼呢 基本上是由这个波音带动的 那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就说这个杰森已经出了 你为什么还要进 我个人认为这个无论是杰森还是我 我们看图形都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啊 我个人是有的时候眼睛啊 龙不下一根沙子啊 我通常喜欢就是连拉三根棒 这是我这个啊 我的交易的这种形态啊 那么这种形态呢 我是特别的喜欢 从上到下 然后我我去啊 去 特别是在这里呢 没有太多的压力 那我们一些朋友呢 跟我说啊 这么五天均线 那个均线 我个人认为 我可以try一下 我可以try一下 我可以try明天继续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呢 这个亚马逊啊 有条消息 就是亚马逊的准备运货机啊 用波音的767300 他订了租了12部啊 波音的飞机啊 当然这个啊 这个消息呢 对整个的航运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忙啊 盘后呢 嗯 应该说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整个的航运服务工集团的这个板块啊 所以呢 那we will see 我依然看好 还是85 185这个187个期间 那么在我做CRAZY老王直播啊 CRAZY老王的直播是9点到4点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会员啊 加入我的会员啊 因为这个是收费的 Nothing is cheap 昨天有人说啊 老王又说马后炮了 说了这个股票啊 或者说老王你说了DGLY 那对不起 这个社会我们都是要靠生活的 就是我 我做直播的话肯定是要收费的 那你只要花三块钱 一天只要三块钱啊 你就可以获得老王的直播 七个半小时 八个小时 三位老师的直播 啊 我觉得呢 这些朋友说老王的马后炮啊 老王你买了一次股 我买了你奖的股票啊 这是因为你太cheap啊 你太便宜了啊 你就是连三块钱都不会花啊 那你永远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不要说老王什么啊 马后炮啊什么的啊 这个对不起了 啊 这个节目就是15分钟的免费节目啊 然后呢 老王呢 有七个半小时 八个小时 三位老师给大家做直播 那么我觉得呢 每个朋友呢 都会有交易的这个观点 那么我呢 就是做这个 待会我还要说我们的这个服务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 其实银行股啊 也是非常的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P Morgan今天的涨幅呢 也是非常惊人 那回过头来看啊 JP Morgan这个图啊 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双底啊 所以这个 如果再涨上去 我不知道大盘会涨到哪里 因为从这个银行股来讲 他们今年的反弹啊 今天应该说是 不是特别的猛 但是从现在 这个走势 它其实只回到了这个股市夭折一半的地方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来看BAC 美国银行也是 如果看这个图形的话 它已经是突破以后 回踩又涨 或者说花旗 花旗也是突破 或者是威尔斯法国 WFC 那么 WFC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 但是像BAC和City都涨了非常多 所以这个让我有点 无法想象这个大盘会涨到哪里去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储备子弹 准备做空 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做空的迹象 当然这个是二浪当中的五浪 接近尾声浪 但是呢 大盘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 或者说更多的上涨空间 因为三浪五浪 通常在这个浪当中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每个人都会说 还会涨那么多 这就是五浪 还会 还涨不完 这就是三浪 都是非常非常猛的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 有什么利好呢 从新闻来讲 自从这个 应该说自从这个 呃 星期一 啊 稍乱以来呢 整个的 呃 稻穷啊 应该说已经上涨了啊 上涨了1000点啊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一号 啊 六月一号开始 这个稻穷啊 就差不多要涨了10001000多点啊 那么 昨天的情况来看哈 啊 呃 刚刚明尼说他的最高法院呢 啊 对不起 他们的attorney general 就是地检官呢 宣布逮捕了其他三位的警察 我 我觉得这个是个利好 因为你 你把这些人抓了 这个名凤就没有那么大了 如果不抓 那么今天啊 全美国还得稍乱 第二呢 昨天的稍乱的情况呢 大大的减缓 像纽约市啊 非常的安静 自从啊 纽约警察局呢 改了两个 一个是96街以下的地方呢 不能啊 有汽车进来 第二呢 各个地方呢 啊 啊 来纽约的呃 汽车呢 全部啊 要需要检查 这使得这个 当时因为好像周日的前两天 这个到处打杂抢 包括把梅西敲掉的这些啊 人呢 都是有车的 而且都是外州的车牌啊 然后呢 快速的啊 所以呢 就是啊 如果把这个车禁止了以后呢 这些这些暴徒啊 小孩子们呢 将没有办法啊 去去抢东西了 所以昨天纽约呢 是非常非常安静 全美国应该说是非常好 啊 然后呢 这个佛罗尔德的他的家属呢 也出来啊 安静 安慰大家 也有更多的名人 像麦克尔卓兰啊 啊 啊 这个约翰逊啊 等等等等等等 啊 所以这个利好呢 啊 逐渐在增加 那么洛杉矶今天的消敬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 原来是从六点钟开始 啊 昨天晚上基本上所有的餐厅六点钟都关门了 但是九点钟开始 我觉得啊 如果再有一天的话 甚至政府可能会考虑结束宵禁 那纽约的消敬到周末为止啊 所以这个利好呢 带动了三大指数大幅上涨 同时今天的ADB数据也非常好 那么香港的啊 香港的已经收复了香港国安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又说香港基本上啊 很多人这个思维的没有声音了啊 美国的啊 美国的措施非常软啊 啊 所以呢 这个啊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股票市场 由于中国央行开始放水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北京的二手房也出现啊 疯狂抢购的一个现象啊 啊 整个的量化宽松呢 使得这个亚洲市场也非常非常的火 那么下面呢啊 我要给大家几个数据啊 就是标普啊 啊 它会涨到哪里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那么根据波浪理论来看的话 我们是进入了二浪的第五浪 那么二浪从这个道琼来讲 我们还可能啊 来到两万七千一百三十八点六零 我们今天的收盘价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呃 我们的收盘价呢 是两万六千两百六十九点八九 所以我们还是有上涨的空间啊 有 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今天啊 如果按照这一根趋势线来画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break out啊 那它还是一个break out 所以我们如果上两万七千 还有一千点要走 所以我们可能下周还要延续 而且这一周呢 是啊 是是是 啊 整个的啊 机构啊 疯狂买的这个时候啊 呃 那么如果看标普还会涨到多少哈 大家可以记一下哈 那么这个是标普啊 啊 这个是标普 现在put correlation的十分接近二月中的一个高点的一个点位 就是全线看多 那么我们可能面临了一个变盘 但是现在so far还没有出现 在最后 最近的几个星期呢 我相信呢 啊 可能会有调整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从标普的这个目标呢 可能来到3130到3136这个点位 3130到3136啊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啊 我们看到盘后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六点钟 美国指数已经开盘了啊 哦 这个标普呢 是下滑了5块5啊 这个这个是明天啊 可能就马上有变化了啊 哦 NQ 下错 14 15点 稍稍的回调了啊 稍稍的回调了啊 不过anyway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根据啊 早上的时候都是狂涨 那么啊 啊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大概要跟大家讲这个大盘五浪 还有继续上涨的啊 态势 而且道琼呢 啊 这个走势呢 走到200天线 这一根 这一根break out 啊 明天周四呢 我们有这个失业金人数申请 如果失业金人数申请好像五六周都是啪啪啪啪 往下走啊 啊 虽然总体有四千多万啊 但是呢 明天可能还是啊 要看八点半的一个数据 黄金啊 今天是急错啊 嗯 是再度跌穿了 嗯 我们来看 接近1700 所以这个都是横盘 暂时我不敢说黄金会有太大的声势 如果说我们反转向上 那我就有底气说黄金要突破 但是现在还黄金还是啊 属于啊 一个整理走势啊 DXY DXY DXY是美元指数啊 美元指数现在啊 不断的下跌啊 这说明市场上的恐慌心理正在减少啊 正在减少 那美元指数呢 对市场的影响呢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啊 美元指数呢 它代表着一种啊 恐慌的心理 如果说大家买美金的话 说明这个市场上 大家只相信美金 所以会有一种恐慌心理 那么现在无论是澳元呢 还有这个 呃 欧元呢 都出现上涨 那很多朋友说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啊 这说明市场上这个积极做多 或者说量化宽松所出现的这个影响 包括我们黄金下跌 好 这些都说明市场上乐观的情绪正在升温 但是 嗯 我待会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就要讲一下我的这个 我到底做什么服务的哈 好 啊 首先呢 我来说一下 今天戴了一个帽子 不是来做秀 不是来装裤啊 实在是头发太长 然后啊 睡觉的时候呢 翘着啊 那么啊 就拿一个帽子来顶一下哈 好 这顶帽子呢 是法国的巴黎的圣瑞尔曼足球队的队 啊 他们的这个cap 啊 第二呢 我要想讲crazy老王crazy数钱 我的直播节目到底是什么 主要是做什么 啊 我分几个 主要是我想用一些小钱呢 来做一些大股票的期权 叫option 啊 还有一些低价股 就跟大家昨天讲的啊 几只股票 有的朋友说啊 老王你你星期一星期天晚上做了这个DGLY啊 啊 啊 告诉我们要去买DGLY一点都不准 呃 我觉得哈 这个就是真正的啊 real reality 啊 reality 啊 啊 所有的外面只告诉你啊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而不是说我亏钱了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DGLY他在2014年曾经有过 啊 就是有过一个非常非辉煌的时代 就是从两块多一路涨到这个位置 呃 但是呢 星期一的时候呢 他宣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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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布就是啊 要这个增发股票 那么我相信这个股票就已经 啊 今天呢 还不错 一块六毛八还是在那里盘来盘去啊 我的盘啊 我的这个 啊 路长点呢 可能在两块 两块多啊 两块多啊 啊 我今天也出城了 还有一些朋友说 啊 老王 你昨天说的那些垃圾股啊 低价股啊 都是马后炮 那不废话吗 你要参加我的会员才会 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低价股都会有很好的回报 但是so far呢 我们已经抓了三只股票 都是在低价股 那么今天也有一些朋友说 王先生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啊 发 只做这些大的股票 啊 我个人 而且说是 蓝筹架子 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 认为 其实我的直播 不是为了赚大家的钱 而是说 因为还是我那句话 这个 这个钱我赚了 我们有六十个员工 不要嫉妒老王赚很多钱 不要嫉妒老王有很多会员 不要嫉妒监生有很多会员 这些钱 我们有六十个员工 OK 每张口张出来 那这个六十个员也要不少钱 OK 我觉得第二 我最重要的是赚我的钱 我要把我的账号做起来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我相信 我们都在找寻更多的方法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市场 我不相信你讲的所谓的蓝筹 蓝筹价值股到底有啥价值 但是呢 因为有coronavirus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公司都不幸倒闭了 比如说像这个赫子租车 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这个Jesse Penny 这些撑了很久的这些公司 那他们是蓝筹嘛 他们是很大的公司 对不对 但是他们也有倒闭的这一天 所以没有什么蓝筹不蓝筹 最关键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账号做起来 好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我的蓝筹老王直播 一天只要三块钱 我赚的是良心钱 绝对不是魅心的钱 因为我是给大家做直播 否则我在家里自己爱干怎么就干怎么 对吧 这是大家可以少一下我的微信号 大家赶快参加我的会员 还有一点呢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呢 我先来说一下我的微信 很多朋友昨天说加不上 那你要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我的微信号 大家记一下 626-267-9714 很多人说老王你这个整天做垃圾股 能不能做一些比较大的股票 那我这本书里面一亿财富不是吗 很多人问我这个股票 那个股票 坦白的讲 我觉得你和现实生活当中一样 你要娶老婆不是就是一个吗 我觉得投资当中 我这个已经做了两年半 我还有七年半 有多少朋友跟我一起做 但是我不想娶五个十个二十个老婆 有的人说有一个网站很好 有一个视频很好 上面有个哥们全量出他的股票 我笑死了 那你有二十只股票 你有二十个老婆 你照顾得来吗 你一个月只有三十天 有的是一个月只有二十八天 你有二十只股票 你二十个老婆怎么照顾 是吗 所以我觉得呢 我的这个股票 我的这本书里面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来索取 有我做的长期的股票 我只要一只股票 我就认为我做长期投资 什么叫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 巴菲特说过什么 巴菲特说 你如果不想拥有一只股票 超过十年 你就不要拥有它超过一分钟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这些天天炒来炒去 买那种蓝筹股票的炒家 是真正的蓝筹股的价值投资 他们为什么要每天买来买去 I don't get it I don't get it 但是如果说为了要赚钱 赚差价 发现机会 发现这个 这个public casino 这个股票赌场里面的巨大的机会 我觉得就是要用crazy老王 crazy数钱的方法 用期权 用低价股来赚钱 好吗 赶快加入老王的直播 和我一起赚钱 现在六月才刚刚开始 不要错过 一天只有3块钱 拜拜